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起古希腊神话当中非常古老的取金羊毛的故事 传说在远离希腊的亚洲黑海东岸边 有一片富裕之地叫做科尔基斯 那西式珍宝金羊毛就在那里 在希腊古老的二哥英雄故事当中 伊阿颂为了夺取金羊毛 历尽艰难来到了这个地方 而美迪亚这位会法术的科尔基斯公主 却对伊阿颂蒙生了爱意 他为了爱情 帮助伊阿颂取走了他们本国的珍宝金羊毛 甚至为了全身而退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背弃了祖国和亲人 跟随爱人离开故乡到了希腊 那么欧里比德斯的悲剧《美迪亚》 就是这个金羊毛故事的后续 不过在悲剧当中 闪光的主角不再是男性英雄 而是一个在原本的金羊毛神话里 相编的东方女人 美迪亚 那么这部悲剧的大概情节呢 是美迪亚跟伊阿颂已经成婚多年 并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一直梦想权势和王位的伊阿颂 却要抛弃他和孩子 和科尔托斯的公主结婚 那么被抛弃的美迪亚在悲痛中挣扎 最终决定用法术杀死仇人公主和国王 最后他痛杀两个儿子 来对伊阿颂进行惩罚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就会分四个部分 先来分析沙子的母亲 再来分析美迪亚是一个外邦的女性 第三个部分分析悲剧中的对白 来看美迪亚和伊阿颂的冲突 最后我们来反思一下城邦政治的问题 首先我们现代读者去看美迪亚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惊骇 难以接受美迪亚杀子复仇 但其实在欧里比特斯之前呢 旧版本的传说里面 美迪亚和伊阿颂的孩子 是被科尔托斯人杀死的 因为美迪亚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嘛 但是欧里比特斯改编了这个结尾 杀子的美迪亚也非常成功 取代了原来美迪亚故事的所有其他版本 广为流传 从古罗马到当代 都有很多作家 以欧里比特斯的美迪亚形象为模本 来创作文学作品 而美迪亚也成为西方文学当中 最著名的杀子母亲 可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美迪亚为什么一定要杀子来报复丈夫呢 那么在父权社会当中 父亲与孩子的联系是非常强大的 古希腊社会会认为 父亲才是生育者 是他给了下一代生命和灵魂 那孩子和父亲是拥有更紧密的亲缘关系 和社会联系的 所以美迪亚如果想让亚颂 彻底失去对儿子的占有权 就只能把他们杀死 清除他们身上父亲的标记 所以美迪亚的行为 并非是像亚颂指责的那样 是一个弃妇对丈夫施行的 疯狂失去理智的报复 她的复仇有更深远的含义 矛头直指男性社会 对女性的一个不公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美迪亚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问你 美迪亚是哪里人呢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他不是希腊人 不是亚颠人 他来自亚洲 来自东方 他是一个外邦人 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来到希腊 所以在剧中你可以听到他说 这是你们的城邦 你们的家乡 你们有丰富的生活 有朋友来往 我却孤孤单单在此流落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结了婚 生了孩子 但是却被丈夫抛弃的外国欺负 所以这是不幸的女人当中 最有个不幸的人 为什么呢 美迪亚既是外邦人 又是女人 这两种人 在每种意义上 都是希腊社会的边缘人 首先 希腊女性就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们一生都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 第二呢 在希腊人眼里 美迪亚是从东方世界来的 是一个野蛮人 而亚宋因为娶了一个野蛮的女子 到老 她会遭到社会的羞辱 这是亚宋背弃盟室 抛弃美迪亚的一个原因 美迪亚也因此是西方文学里面 最早提出危险的东方人 这个母题的一个文学作品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欧里比德斯在这出剧里面 用了一种对白的形式 来展现美迪亚和亚宋之间的冲突 主要是在第二场戏的对白当中 好像是法庭的辩论 亚宋是这么说的 坏脾气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病 夫人 我很关心你 我恐怕你带着儿子出去受穷困 或是缺少点什么东西 因为放逐生涯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你就是这样恨我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恶意 亚宋是这样说的 美迪亚怎么说呢 坏透了的东西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 大骂你没有丈夫气 你还来见我吗 你这可恶的东西还敢来见我吗 你害了朋友 又来看他 这不是智慧 也不是勇气 而是人类最大的毛病 叫做无耻 但是你来得正好 我可以当面骂你 解解气 你听了也会烦恼的 亚宋又接着说什么呢 说女人 我好像不应该跟你对骂 而且你好像过分夸大了你对我的什么恩惠 我却认为在一切的天神和凡人当中 我要感谢的是谁呢 爱神库普里斯 库普里斯就是爱神阿弗洛迪特 然后他还说 美迪亚你得到了利益啊 首先你是从那野蛮地方来到了希腊居住 全希腊人都听说你很聪明 你才有了名声啊 美迪亚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我的见解和一般人往往不同 我认为凡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 反而说的头头是道 便应该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因为他自负他的口才 可以把他的罪过好好地掩饰起来 可以为非作歹 这种人算不得是真的聪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迪亚和伊亚宋他们的这个冲突 美迪亚谈的是被出卖的盟事 谈的是人的善恶 伊亚宋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名利富贵 所以连旁观的歌队长都忍不住说 伊亚宋欺骗了他的妻子 我们如何来认识他们二人的冲突呢 他们二人之间不仅仅是爱情的冲突 也不仅仅是朝三暮四的丈夫与妻妇的冲突 而是边缘化了人群 与社会主流观念的冲突 在当时的希腊雅典 只有在当地出生的成年男子才拥有公民的身份 而且恰好是在公元前四五一年 公民身份的条件又加入了严格的一条 就是父母双方都必须是雅典人 而美迪亚的上演时间是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 就是这个法令颁布二十年以后 所以如果美迪亚和伊亚宋的儿子长大成人 也不会得到雅典公民的身份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从城邦政治的角度 悲剧家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反思 我们说美迪亚是爱情的悲剧 是家庭亲情的悲剧 是男权社会的悲剧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是一部政治性的悲剧 因为欧里比特斯 对美迪亚的行为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反思的 美迪亚为了伊亚宋 斩断了自己原本所有的社会联系 他背叛祖国 最终却惨遭抛弃 这个情节啊 尤底点像李安拍的电影色戒 一位女性 她是一国公主 她帮助男性 敌方的男性 伊亚宋 获取了本国的机密 就是这个金羊毛 所以这个公主的行为 尤底点像是用一己之爱 就是把这个私利 放到了母邦祖国的利益之上 最终呢 她被爱人背叛 抛弃 所以从母邦的角度来看 她的行为是否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呢 由于大家普遍认为 欧里比特斯是同情美迪亚的 所以她的立场 似乎是有损于她所在的雅典城邦的 阿里斯托芬就在喜剧挖里面 对她进行过这样的批评 但是如果我们细读剧本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欧里比特斯对此已经有过反思 答案也许就藏在第二合唱歌里 我的祖国 我的家呀 我不愿外出流落 去忍受那艰难困苦的一生 那最可悲的 惆惨的一生 我宁可死去 早些死去 好结束那样的日子 因为人间再没有什么别的苦难 比失去了自己的家乡 还要苦 欧里比特斯的确是同情美迪亚 然而我们不要把它简单化 也许她也想借这个悲剧故事来告诫 看戏的雅典观众 不能背叛自己的城邦 如果甘当母邦的叛徒 不管有多么美好的理由 最终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欧里比特斯没有把美迪亚描绘成一个暴躁的 无情的母亲 尽管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但她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她被押送抛弃 她杀子复仇的故事中 她自己也是一个可怜的妻子 一个痛苦的母亲 在她被克瑞翁 被押送惧怕 看作是女巫 看作是汉妇 被打上了危险的标签的时候 她也是一个被男权社会污名化的女人 美迪亚用极端的方式惩罚了凶手 但是她自己也被痛苦折磨 所以我们要去反思 那些在社会边缘遭受这些痛苦的女性 好的 这一讲就到这儿 谢谢了 谢谢 cert свое something 都没有 我